我现在基本上等于天天都得喝红酒才能睡觉 谢谢啊 这么严重 你没有喝到 红酒成了安眠药 我跟你讲 豆先生 因为你喝的红葡萄酒都是给女士们喝的档次 还有什么档次 你要真正喝那种熊男壮男的这种红葡萄酒的话 比如说 还有这个分别 什么红葡萄酒是壮严的 这就是新大陆的 新大陆跟土壤有关系 对 阳光遭受有关系 喝点智力呢 或者是加州呢 尤其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红葡萄酒 最好的红葡萄酒是Seras 我们估计讲是辣子 最好的它是带皮 一种是按照手工做下来以后 如果成了半年以上 你瞧瞧 你网上喝一瓶 别喝一瓶和半瓶 别睡觉 一夜睡不觉 我到澳大利亚一去 天天网上是明 我以为怎么会泼咖啡啊 网上不敢喝 后来澳大利亚那个 那个卖酒的跟我讲 他说你是不是天天晚上 喝红葡萄酒 我让他吃的 澳大利亚的红葡萄酒 比咖啡还厉害 天哪 你试试看 有了这个红色尾哥的效果 是吧 可是顶多我看效果 也只能三个月 因为这样合法 三个月 你又会睡下去 对啊 习惯了是吧 所以还是用我朋友 拉一招 他是这样 喝红酒也睡不着 吃药也睡不着 吃完药喝酒 你先吞两颗安眠药 你要喝酒 保证你一睡不起 但这个很容易出色 一睡不起 很容易出色 这个家伙 一睡不起 我就是很多人 就是吃完安眠药 再喝酒 下场通常是什么 比如说穿着睡衣 上街大喊大叫 或者是半夜起来 烤了个蛋糕 然后到白天 把它吃完了 自己都不知道 甚至烧炭 烧炭就好了 对 你说这个 我有个视频 可以给你看看 你知道现在 他们有那个摄影队 做那个实验 就是人的反应 就比如说 丁老师 您知道这个年轻人 喜欢炮夜店 您知道有一个现象 叫捡尸体吗 他可能不知道 捡尸体就是你 喝醉了 在台湾 就那个照片 我看了 就是说这个小姑娘 你那男的 你开着车出去 街上酒吧门口 竟有这个 喝躺地下的 那个小姑娘 你可以把它扛上车 扛回家 带回家 每期命运捡尸体 对吧 说这捡尸体就有现象 他们先在纽约 做了一个测试 就是说 找了一个扮演的 一个女的 喝醉了 穿得也挺暴露 躺在街上 看看美国的这个男士们 怎么 解释 援助他 对吧 结果发现 美国人还真是挺高尚 就是说 大多数吧 基本上都是 你怎么回事啊 什么帮助你啊 帮你送回家啊 或者帮你通知谁啊 然后呢 他们在中国呢 也做了这么一个实验 你可以看看这个姑娘 假装喝大了 看看中国的男人 我们怎么样 都去报公安 是怎么解尸体的 我们来看一下 看他的下场 是这两个城市 对 什么地区 赶紧赶紧赶紧�� 别约洗 你看 跟我说 你说 就叫我正ופ 跟着 他这个手送到哪儿去了 手在腿上的吗 自己的腿 还有别人的腿 这很快 你瞧 这是送酒店去了 酒店 你知道是弄酒店 拽着这女的 要给她开房 进了房间了 这是一围 然后呢 然后呢 给她脱鞋 这女演员还挺会转身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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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术动作 一腿弹过去 男生 这是男生吗 工作人员 该进来 这个有点趣 这个有趣 丁教授看了要举杯庆祝 这个有趣 这个有趣 不太真实 自己学校也可以做这种社会实验 不太真实吧 你看刚才房间有四个镜头 对不对 高 低 左右有四个镜头 对 你去偷拍 不可能装进不多镜头 但是呢 我的确发现 很多男人就借女人酒醉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就是说 咱不能当女的 女的当然不是傻子 对不对 可是呢 为什么我真的身边很多男人就跟我讲 女人呢 甚至我有时候认为 女人是不是羊醉 就本来这一夜情啊 是你情我愿 但是是不是 有些女性似乎她认为 她有一个喝醉了的理由 就更容易接受 很多男的 她的实践经验就告诉我 就女的清醒 很难上手 就是 就总得把她喝 喝大了点 你说这是 丁教授 您喝这么多年 也是这方面 这个事情在 东方比西方应该多一点 因为西方这个社会里面 比较自由 比较开放 这个我们在 澳大利亚 就听了澳大利亚人一句讲 特别在这个英国 在爱尔兰 因为他们很多移民都那儿来的 他说女士们喝醉了 不认为失态 你在喝醉之前做的事情 也可以做 喝醉以后也可以做 但是我就发现在日本 韩国这些比较传统的学会 女士们要做一点放弃性的事情 她只能以喝醉了酒以后 作为一个借口 她不一定真的喝醉了 喝醉了酒做的事 讲的话 动作不飞一点 OK 老司机 而且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作用 你说女的没喝酒 以前不容易上手 她可能有些理由不让你上手 比方说嫌你醉 她喝了酒 就根本看不清楚你了 多醉了都觉得都一样 都长得像彭于晏 然后她可能嫌你穷 喝了酒她也忘记了有钱没钱 所以你喝酒以后 她不让你上手的理由都不在 所以就变成真空状态 真空状态你就上吧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觉得 其实他们老讲情怀 我觉得更有决定性的 我老爱讲状态 它是个状态 不光女的要喝 我也要喝 因为我现在发现 像咱们这个有厌世倾向的 很多时候 尤其你这个知识分子 你太清醒了 你跟女的很难达成这个柔情蜜意 不是你不想打算 人家不理你 我也不想 人家不理你 有时候觉得这个没有幸福 不是你的意思 是这个酒并不是让把女人灌 这是把自己灌 对 然后胆子就大了 不是叫胆子大 而是啊 有一种这个美好的 朦朦胧胧的感觉 人呢也比较容易释放一些 心里边的情 我跟你说 像咱们这样的 就是完全清醒的状态下 你就是说这个我爱你 我跟你说我都脸红 我就觉得扫门大眼的 没那个 我是有这个激情 但是有时候我心里也有一个锁 打不开心扉 有的时候我们俩来点 哎呦 这下就互相就能够很容易 进入到这种谈恋爱的 这种幻觉当中 你要想进入 我们亲个嘴吧 你要想进入这种状态的话 当然最好的效果是喝葡萄酒 尤其是红葡萄酒 如果说在亚洲最好的状态 就是后那种 我们中国的那个烧行黄酒 这个系列 在日本就喝清酒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也很有趣的 就是说你看那个日本人 为什么就是说 有那么多在喝酒之前 没喝酒之前 政兼委 就规规矩矩 是吧 什么掌佑 什么真言 一大堆 日本人干的最荒唐的事情 都是喝了酒的时候 对 但是他们喝的不是 我们讲的厉行酒 喝的就是清酒 因为清酒有这个效果 清酒你能喝的时间很长 你能慢慢的喝 而且清酒喝过以后 在你脑子里面 能够留下持续的 是 那种迷迷糊糊 是 半醉半嫌 是 也没到不能够自己 但是呢 平时不敢讲的话 平时不敢的表达都来了 对 因为这个 清酒是从中国的 刷新酒过去的 刷新酒里面 没进过蒸柳 它中间留下了很多的 生活化学物质 使得你容易 我们讲就是 以前中间 喝酒 容易上头 容易上头 对 容易 容易 素艺 原来是这样子 难怪 很有道理 因为一般好像觉得 黄酒跟清酒 都是容易 都有个效果 而且你能够睡很长时间 没有 重点 有时候是说 喝酒有没有喝醉 怎么交心 或者放肆都好 我觉得都很容易看到 比较尴尬 难以处理是什么 第二天起床 先别说身体上喝醉 第二天起床 不管是男女 比方说起床 你发现睡旁边 没穿衣服 大家很尴尬 要处理 要处理 这会算是男人 我记得北岛 好久以前 有一个短篇小说 两个人 有利益矛盾 在办公室 喝了酒 交心 哥们 兄弟 我对不起你 不 我对不起你 然后讲了半天 第二天睡醒了 回到办公室 还是你见到我 我见到你 重点在于说 那些利益矛盾 没有解决 还在那边 然后还在那边 可是昨天好像交了亲了 很尴尬 怎么办呢 怎么那个 是大家来杂装 昨天晚上的交心 盗窃没有发生呢 还是往往会变成了 冲突更深 我会计算的更深 所以这说明 你还是比较认真的 香港朋友 像我们北方人 对这个现象早已经 老早一半 我跟你说 昨天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跟你讲一个 我跟你讲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 太多了这个 就是中国有一个著名歌星 我们俩呢 就是当年关系挺好 男女的 男的 男的 还是个帅哥 就是他喝酒有名的 就是一喝 能喝出双重人格来 就是所谓咱们叫断片 丁老师你断片吗 我不断片 我也不断片 他断片 他断片就能真的 昨天没发生过 就是我当天晚上 从香港到了北京 好 我们在一个酒吧里 我们在喝酒 这个人要喝醉的酒啊 他本来是个帅哥 很清醒的 一喝了酒啊 媚眼如丝 整天晚上在我这 腻了一晚上 就跟那个激情四射 哎呀 就是他今天晚上 就变成了我的情 我的情妇 他在诱惑你 不是 他似乎喝了酒之后啊 他就变成了一个 这天晚上就一直这么抱着我 就惨了 我不管跟文道说话 还是跟嘉辉说话 他就 他也听不见别人 不是 他绝对是异性恋 就是他就听不见别人了 他进入了一个人格 就是他喝大了以后 他进入一个人格 我估计这个人设就是什么呢 他今天晚上是我的女人 因为他的表现完全是这样的 可是 第二天 下午 什么都忘记了 起床 我碰见他 没事 他说 温头 你什么时候从香港回来的 这是真事 就我觉得他有断片 但是问题有意思的是 断片之后 他会出现另一个人格 其实我觉得这个 说不定人人都是这样 就我常常觉得 大普人 对 真的是 很多人我们常常说 酒后土真情 酒后土真情 这句话后面 假设的那个人格的结构 是同心圆 就我们人格是一层一层 薄洋葱的 我最外围那个是虚假的 然后喝了酒 一层一层吐露出来才是真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 我们换一个想法 其实只是人格是多重的 喝酒打开的只不过是其中一格 就你面对不同的人 也未必就是最后一层 也未必是最后一层 也未必他比较真 但肯定不是最外面一层 没错 我们平时是最外面一层 就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就人格其实是破碎的 就很多 很多元的 而且我实际上 人格就是洋葱 人格就是洋葱 你或许可以从光明一点想 因为喝酒了 放松 有时候会让你把一些 没想通的事情想通 如果托尔斯泰讲过的最伟大的一句话 那是俄罗斯人 当我们俄罗斯的作家 讲过的最清醒的话 都是醉酒以后 这是这个逻辑 俄罗斯的人追求 跟我们中国人追求 可不是一个档次 我就在白金机场 看俄罗斯人怎么叫喝酒 我以前自己 因为自己就可以了 这是 这个是二十年以前的事 三个人 一看样子 也不是工人阶级 一看样子 也像个自治分子样子 从白金机场 我然后飞回香港 我们都是在那个下面一层 候机 这三个人进来以后 又三十来岁 穿着衣服 西装跟你差不多 没在领带 就是很潇洒的样子 哎呀 冬天啊 就站在那个柜台上 每人要了一瓶 红心排 五十六度的二股头 每人一瓶 当场 那个卖酒的 以为是要带回俄罗斯 他说不 他不会讲中文 就手把他撬开 撬开以后 每个人站那个地方 什么都不吃 三个人聊天 把三明治后的警惯 然后上飞机了 半个小时不到 我在旁边看了一个 非常匹配当 一点都没有反应 那才叫俄罗斯人 做俄罗斯人喝醉 至少要有三瓶 而过头 五十六度 你知道上次 我们去莫斯科的时候 我才知道 他那个真是尸体啊 就是有些人 就是醉死街头 因为俄罗斯那个冬天 太冷了 就每天早上起来 莫斯科街头 就很多冬死 就冬死的 就他能喝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这个喝酒这玩意儿 它是个人生状态 你知道我脑子里一下想起 我过去看过一个电影 就尼古拉斯凯奇演的那个 叫两颗绝望的心 就讲在拉斯维加斯 一个酒鬼 和一个记忆 我也看过 就是你说 人有那么一种力量 就是我要喝 然后呢 我觉得那个不仅仅 用瘾来解释 甚至咱们说 魏晋南北朝 就你讲这个流灵罪 他们那种 就是照死里喝 坐这个牛车 装着全是酒瓮 然后留下一句话 说哪天我喝死了 就地把我埋了 你说 闻到你说 他这是求什么呢 求死啊 还是求 不求死 就是我觉得还不太一样 琉璃跟那个 你说的那部戏 还不太一样 两个绝望的戏 那个是一个 他要努力的 把自己往下拉 就别人觉得 那叫做无限制的堕落 但是对他来讲 那是唯一的出路 唯一的解放 唯一的解放 心灵的解放 对要不断地把自己往下 但那个往下 其实是很有勇气的 那是要冒险的 你不知道人的底下 还有什么 一直所谓的 大家觉得所谓的堕落 不力图振作 这都是负面的 我们所有觉得这些东西 都是一些很消极面的东西 对不对 一个人老想把自己灌醉 老不想振作 觉得他是无所作为 恰恰我觉得相反 这是要一种作为 而且是一种很厉害的作为 这是要花力气的 我想你尤其讲到这个 魏京南卖朝这些伟大的这些文人 当时对他们来讲 实际上有好几种寻求同样效果的 我们讲喝酒 还有湖来 我们喝很多 还有湖山 就是种香 种香宗教 都是要 你说的这个是 对 您说这是往上走的 其实我在中国社会里 我其实我不大喜欢那些喝大酒 或者撒酒疯的人 现在我们的朋友都是很好的 就谁也不会勉强谁 但是实际上我过去在中国社会见到的 太讨厌了 所以我认为酒啊 有可能让你往上 但是也有可能释放你的恶 就是有些人你明显觉得啊 平时伟君子 平常啊 对你的那个满满的恶意啊 他没法释放 他只有喝了酒 找到了一个合理性 就说我操 妈的我操 我就看你不顺眼 你知道吗 就会弄出这么一种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挺尴尬 就是我有一个男的朋友 这哥们 他挺有意思 他怕他的这个女朋友啊 这个喝酒 因为呢 他就说就是说 他清醒的时候 就平常清醒的时候啊 减刑的是个贤妻良母 就特别好的那种 温联公俭让那种女人 他说我真是最烦的 这个喝酒 因为每次他一喝 一喝醉了 就没没没 像咱们这微醺啊 他说女的一喝醉了 他觉得那个嘴里 说出来的那个话呀 让他听得太 就是说 哎 人 有些人是不是心里 有一种逆反人格 就是说 你讨厌什么 我就说什么 你讨厌什么 我就说什么 你讨厌 我说前男友啊 我喝醉了 我就跟你说前男友啊 你讨厌我什么 就是好像他就说 这个女的怎么 我这么好的一个女朋友 每次一喝大了 就跟我 他就简直 我就摁不住他 然后嘴里说的是那些 我清醒了之后 都他妈讨厌的 不行的那些话 你说 那种叫SM人格 就是 列代狂 我明知道讲什么 你不舒服的 就偏说 可是喝酒很麻烦 你自己麻烦 你陪别人喝 喝出问题也麻烦 我很少看到我父亲哭 我记忆上终身评两次 一次 我以前在节目讲过 就是当北京天上人间 倒闭的时候 我父亲就哭了 因为他说一辈子 可以理解 你知道吗 我说一辈子 因为父亲真是个毁人 不是 因为他没去过 他一直迟带我发了财 带他去一趟 他久仰大名 可是后来 我一来我没发财 二来天上人间倒了 他说我今辈子 真是九十年的事吧 九十年前 十几年前 十年前 十年前我还是没发财 二来天上人 心中的圣地沦陷了 这是他觉得 是他 一生的伤痛之一 除了 我第一回听 除了天上人家老板之外 还有别人为他的倒闭而哭 他第一次 其中一次见他 另外一次的更早期 我记得我在国外读书 然后回香港放假 看他 有一天下午 看他哭 为什么呢 他接了电话 他在澳门 一个很好的朋友 一个报社的老板 死掉了 原来是什么 我问我妈怎么死了 看我爸 好涛大哭 他说什么呢 那个朋友就是喝醉了 什么什么掉进盒里面死 你知道这样 你要死之前呢 有点说他细杀的 因为肝癌 喝酒喝多了 然后父亲哭什么呢 因为他总是觉得 是我把他喝死了 是我把他喝死了 因为我父亲 不晓得为了什么理由 每个礼拜去澳门一趟 我们都 我妈也不敢问他 什么理由 到澳门找天下人间去了 反正在澳门呢 都是跟着朋友喝酒 我父亲酒量好 然后呢 据说就每次 就惯着朋友 喝喝喝喝喝 后来最后那个朋友呢 肝癌 肝癌就自杀了 所以就觉得他害了他 他这个喝酒还是没 你这个爸爸的朋友 喝酒还是没笑啥 我们小时候 在农村里面 那个知情年夜 知情 知情 我们那个生产队长 他有个习惯 他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是带人夏天 干活嘛 去大寨 很累 那个营养也不好 他早上第一件事情 就是一起来以后 第一件事情 是把他那个卧室里面 那个柱子上 那个放酒 那个地方倒下来 就是漱口碑啊 那漱口碑 倒半杯 就一口火 然后带人夏天干活 一直干了很长时间 结果有一天 不知道发生了 一个什么样的错误 因为那个农村里 那个房子里面 没有灯在 黑的踏步转 是五点钟嘛 家里人收拾 住宅的时候 把他原来放酒的地方 放了一瓶没有 都是一样的瓶子 他也就倒下来 闻都不闻 就一口下去了 没有下肚子 那就在家打滚啊 这么惨啊 没有下肚子 什么感觉 就是肚子里面 就是起火了嘛 就打滚嘛 火烧嘛 那像我们华根火柴 他就找要成灯笼了 然后呢 他喝死子鞋的时候 最有趣了 他当时已经是升官了 当了大地书记了 他死子鞋的时候 也是刚刚啊 农村里面 喝的都很差的久 然后心里的干部 都来看他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他那时候已经不能讲话了 然后就把手一手 挥一挥 对自己儿子讲 儿子 那个底下人就说 我们来看他 为什么要不走啊 儿子不是的 但我爸让我带你们去喝酒 看看我这下场 你们也 这是一个活得彻底的人 这是个活得彻底 当然是喝酒 喝到到家的人 求人得人嘛 真是求人得人 求酒的酒 你闻到也是 也爱喝吗 我不 我现在极少喝 我基本不喝 那写那么多 我除非外面吃饭 有必要的时候喝 因为我们学佛嘛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 我曾经很喜欢喝酒 但是我后来发现 喝酒真的会破坏我 就所谓破坏 不是让我醉 破坏就是对佛的一种心态 对因为比如说 因为我学禅 那我因为我禅修 谢谢 你尽量让自己清醒 要知道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意识 自己的在想什么 在什么状态 喝酒对这个 真的是有影响 这个有一个 进不了这个状态 有一个净土宗的 一个老和尚 他就倒跟我讲啊 说佛教过去 一直讲几大戒嘛 杀盗淫忘酒 他说但是呢 第五个这个酒啊 不是前面 跟前面四个 不是一类 这叫所谓遮戒嘛 对前面叫根本戒 就是杀盗淫忘 是根本戒 他说酒 为什么可以遮呢 他说这个你要想 他的本怀 他的本意 本意还是怕你喝酒乱性 不利于你的修行 对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有一个 佛教里头 有个很有名的故事 就讲一个小沙弥 他就觉得 他反正酒是遮戒 不是根本戒 他这个戒的原意 就是不要让你乱性 那所以呢 你喝点不乱性 不就行了吗 然后有天他就喝 喝着喝着 你知道喝酒啊 就到了不太会喝的人 到了一定程度 哎呀 喝高兴啊 喝爽了 就接着喝 继续喝 结果喝醉了 喝醉了之后呢 他就出门瞎逛 然后呢 看到一家大户 觉得挺有意思 想进去看 就偷偷跑进去看 偷偷跑进去看呢 就看到一个佛珠 还是什么 觉得挺好的 想都没想拿下掏自己兜了 先犯了偷戒 结果被一个悲女发现了 那个他就 打这个悲女 打这个悲女 后来觉得这个悲女 袖瑟可参 枪奸了他 犯了淫戒 那就完了 他被人发现 然后杀了他 犯了杀戒 然后最后出门 被人撞戒 然后死活不认 又忘语了 五戒全 四戒全都犯完了 所以你看我就说 酒为忘了资本 这个酒其实我都不认为我是喜欢喝酒的 我觉得就像你说酒不给我带来什么灵感 酒也不能够让我怎么着 我主要是觉得就是说我见了很多 你看咱们在外国 您像您说您在西方喝酒啊 他基本上还是好像享受的 因为我在中国的酒厂上啊 见到的更多是人情 人际 关系 就是我过去有一个想不通的 就是喝醉酒之后 我感觉到很多人啊 我就觉得有点怕 就是我才认识到他心里是什么 比方说你就会从这观察到 中国人呢 最怕别人瞧不起 清醒的时候他会遮 他遮住了 喝酒你看 就是哎丁哥 这么多了 这么多了 总有那句话 总有那句话 你别瞧不起我啊 是不是瞧不起人啊 你是瞧不起我 有时候你要酒不喝 酒桌上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什么事就来了 你就注意到他在乎的是尊严 是面子 你给 而他这个面子呢 又是一种啊 是 你你你 自卑感上的面子 就是自卑感上的面子 是 这个我见太多这个了 中间很多你说面子啊 还有牵涉到权力关系嘛 不过我觉得是不是 你刚才说那个现象 就是说喝酒之后 整个人都变了 是不是表明 呃 这是个体压抑的一个地方 对 平常清醒的时候很压抑 清醒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自己挺没尊严 是 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没脸的一个人 都是受屈辱的人 日本人有典型嘛 对吧 所以喝醉酒 日本人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 日本人的这个等级制度太严格了 是啊 平时一共都是个螺丝一样 零到那儿零的 喝酒以后才能放开 中国也是啊 中国也是啊 中国比他们好一点 但是所以喝醉酒就喜欢讲说 你是不是瞧我不起 他清醒的时候 其实很关心这个问题 是 而且就是你要按你这么说 我就诊断我自己 我觉得我可能压抑很小 就是因为我就喝到醋了 你不压抑不认就行了 还压抑很久 我就喝到醋了 我跟现在没什么太大两样 我就就没有什么 他们说 所以我老认为 喝酒撒风是装的 我要不是碰见那歌星兄弟 我一直就认为这帮孙子 就是借喝酒 你知道吗 故意泄私愤 你知道我就很讨厌这种现象 但是后来我发现 有一种人 的确是酒精出在另一个人格 他一下释放另一个 我喝酒 就是相反 我不喝酒的时候 经常讲一些很狂妄的话 刺激人的话 我一喝酒胆子又好些 又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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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厚人得出来了 你这个都厚人可太古怪了 酒瓶子里没有酒的时候 我那时已经到了一种 温凉宫简然的地方 真的这么严重 你这个压抑的太 以后这个咬鸡转不过来了 已经 那只能说明他清醒的时候 发泄的太多了 这个是个太自由 好好好 来来来 日本人是反的 对 就看过一个电影 就尼古拉斯凯奇一眼的 那个叫《亮克绝望的心》 他反正的结果是遮戒 不是根本戒 甚至咱们说魏晋南北朝 就是你讲这个流灵罪 他们那种就是照死了也和 二里刚文化的 二里头文化 八十年代叫走向未来从书 是 就说那个耶稣什么 就是说领盛餐 领盛餐你喝的那口酒 这世界很苦